走进刮棚,里面的南瓜结石累累 挂在棚架上,游客悠闲赏刮 仿佛走进了绿色隧道,非常的凉爽 长达200公尺的南瓜隧道 刮农种植了60多个品种的各式南瓜 每年5、6月是南瓜盛产的季节 在隧道里面,你可以看到金黄、翠绿色的各种南瓜 还有天鹅南瓜、蛇形南瓜造型相当的多变 里面有多少品种的南瓜? 今年大概里面零零种种加起来,大概有60几个品种 60几种? 对,就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南瓜谱而已 苗栗造桥号称是南瓜的故乡 今年南瓜因为大雨减产了6成以上 开花的时候就是下大雨 所以今年南瓜收到第一批的瓜 跟最后面那一批的瓜 中间别的果几乎都是非雨水打快点 不过种来观赏用的南瓜没有因为雨势受损 尤其中大型的南瓜也成为大家拍照打卡的景点 另外在温室种植的超大南瓜也让游客为之惊艳 纷纷和大南瓜合照 农会特别张贴告示 温馨提醒游客不要用手拍打南瓜 南瓜不只造型多可供观赏之外 营养价值也很高 做成甜点冰淇淋 深受游客的喜爱 民事新闻邱卷超苗栗报导 我想说这不容易 但是我给是您立场引来的 我们在里面现在开始 拿其中处的海途